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曾经注册新的账号过 你应该知道有时候网站会为了确定你不是机器人而将你输入验证吗 有时候只是请你听一段录音再打出你的验证吗 但是有时候播放出来的声音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到地狱的声音 今天要来看五个让人投逼发码的语音验证吗 第五 地狱之声 一位网友发现每次当他按下语音验证码时播放出来的声音都听起来非常诡异 但是再诡异也比不上申请Google账号时所播放的验证录音码 他认为听起来就像是拨打地狱的声音一样 那我们就来听听一下他所听到的播放验证吗 再语音声 播放出来的声音完全无法听清楚内容 就像是谁在念咒语一样 如果你也想看看地狱之声就跟着他的步骤你也可以听到 第四 脸书验证 一位脸书用户不经意的发现在脸书安全验证时播放出来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诡异 脸书会在个人申请账号时要求输入验证码 同时偶尔会确保你是本人而请你做一个安全验证的动作 这位男子在登录脸书后必须做一个安全验证 当下他按下播放钮时听到的声音让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害怕 网友纷纷在下面留言表示 这根本就是灵界朋友正常识与他沟通 或是来自地狱的声音 第四 雅虎验证 虽然现在大部分人都使用Google 但是Yahoo 与Google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是使用验证码 除了图片验证之外 Yahoo 语音验证的诡异程度也不输给上面的 听听这个登录Yahoo 以前的验证码声音档案 聊天例 8 聊天 1 3 2 3 4 8 4 minor 0 3 聽起來就像是恐怖電影中出來的女鬼一樣 這當中會隱藏什麼訊息嗎? 第二,恐慌語音 幾乎每個人都在輸入驗證碼時 大部分都會直接看圖輸入 而不會去按語音檔 所以想必當某一個人突然好奇而播放語音檔的驗證時 一定會被播出來的聲音嚇到 這位網友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他表示因為自己每次輸入驗證碼時常常出錯 所以有天他決定試試看語音版的驗證 沒想到已按播放 他以為聲音是從另外一個網站播出來的 他覺得好笑也覺得有點恐怖 讓他確定的是他再也不會按語音版的驗證碼了 先給我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海盗湾 海盗湾是一个专门用来下载影音数位的网站 不管是软体还是其他影音 许多使用只可以在此上传、储存与分享各种种子档案 虽然跟脸书、Google或是Yahoo的赞面功能不一样 但是这个网站也使用验证码 以下就是在海盗湾录制的诡异验证码语音 不知道为什么语音档的验证码听起来都这么扭曲 中文字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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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有听过这么恐怖的云音验证妈妈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把我按喜欢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